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0年2月7日下午1点10分 这是官方消息 国家监察委员会派调查组赴武汉 就涉及李文亮医生的问题做全面调查 这是标题 然后内容很简单 我给大家几句话念完了 经中央批准 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 就群众反应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做全面调查 我看到这个消息 我心里为之一正 就是这是中央是一个很大的姿态 就是决定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姿态 开放的心态 就处理民间的就是群众反应的一个大问题 这令我很持久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其实很多人在遮遮掩掩 我给大家讲一下的事情的原委 那么我也做了一个老爷直播 就李文亮医生 在2020年2月7日凌晨 两年58分去世的直播新闻 那么我要当时我要确定和确认 这个消息的真假 我破费了一番周折 因为网上满天飞的新闻 真的令你难以确认 我一定要看到官宣的消息 什么的官宣 比如说新华社 人民日报 比如说新浪网转发这几个官方媒体 但是统统找不到 那么只有看到最初的消息是 在2020年2月6日晚上9点半 有关李文亮医生去世的消息 差别足足于五半小时的时间 那么这五半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 如果你刚才打开我的老爷直播 或者是你之前看过新闻都知道 李文亮称得上是这次冠状肺炎的第一哨 吹响这个哨第一人 我们通常说吹哨第一人嘛 在任何一个重大事件发生之前 有预警的人在世界上通常被吹为吹哨人 那么李文亮医生就作为这次冠状肺炎的 吹响第一人 同时他也作为八位勇士之一 因为他和他的八位同事一起发布了这个消息 当然李文亮首先 率先在他的所谓的他们的同学权 比如医生权 一个群就在同学的群里发布了 他曾在一个病例里面看到了七例确诊的SARS 所以说他把这个消息发给同学群 然后嘱咐同学不要外传 这是最早简报的 最早有关的消息的 就是有关这些SARS传言的消息 但就这个传言 最终因为就出来了 慢慢的扩原出来了 这个他和他的同事 李文亮和他的八位 其他的七位同事 同事都被调到公安局去 作为训诫 写为一个书面材料 说自己当时说传言了 自己说的不对 结果要音为箭 不传言不动 他是八位勇士之一 那么事后证明 他们说的是正确 只是这个SARS定义不对 是现在定位为冠状肺炎 也要新 病毒疫炎 肺炎 是这样定义的 但是他是在确诊 他最后在1月10日去看一个82岁的女性患者的时候 眼部患病的医生给感染了 第二天这位眼部患病的医生 这个患者又回到了诊所 然后他就看的时候给传染了 1月10号开始发烧咳嗽 慢慢慢慢医治 到了2月1日进入了重重健康病房 2月6日去世了 这期间我要验证他在哪一天总去世的 破费了一个周知 因为来自他这个武汉中心医院的一些 医生护士认证过的微博 或者是个人的一些消息 就是证实了在2020年2月6日的晚上9点半 他是已经去世了 医院依然还在用那些心脏起泊器 就复出器之类的在给他抢救 那么这个消息已经传遍了国内的很多消息 也惊动了国内了很多人的心 很多人就守在电脑前面 很多人就守在微博前面 就是一直在祈祷 希望李文亮能挺过去一块 但是随着一个消息 一个消息的播出 一个一个消息的认证 都是在确认时的 2月6日的晚上9点半 其实他已经停止了呼吸 那么再看一下武汉中心医院的 官宣的微博 正是还有其他的消息 在2月7日的凌晨 依然发布 他依然在抢救的消息 大家记住 在武汉中心医院的微博 还有其他的媒体的求众的消息 比如财经网了等等 都是在发布 在2月7日凌晨 还依然在抢救的 这样的消息 让很多关心李文亮医生的人 都是揪心 一晚上彻夜不眠 直到武汉中心医院 最后发布了官宣消息 2月7日的凌晨2点58分 李文亮因抢救无效去世 那么今天上午 我也在确认这个消息的时候 破费了一番周知 新浪网 新华社 其他的消息 央视都找不到 绝对找不到 直到今天下午 新华社 人民日报 人民网 还有新浪 只是转载了 武汉中心医院的官宣消息 李文亮因抢救无效 于2月7日凌晨2点58分 去世的消息 所以说 很多自媒体 其他媒体报道的消息 有些混乱 是因为官方对他去世的消息 可以说封锁非常严密 关于他在6号的9点半去世 还是在最终 是在2月7日凌晨2点58分去世 那么这5半小时之间 究竟发生什么 很多关心李文亮医生的人 都在质疑 也在猜测 这5万小时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官方为什么没有宣布 还有一个问题 既然他在1月10日都感染了 那为什么一直就到现在 直到2月1日 进驻了郑重监督 监护病房 而且他的微博和他的采访 记录 他所有的信息 都是定格在2月3日 他依然还在面对媒体采访 还依然发了微博 从此定过的2月3日 从2月3日到2月7日去世 这4天究竟又发生了什么 因为他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人 他是八位从今 因为暴使这个事件 被训诫的八位勇士之一 同时他也是吹哨第一人 所以说他的去世 牵动了全国人民的心 那么这么一位年福利强的医生 这么一位博士生 这么一位自己 不能说当时冒着自己身边 自己主动爆出了这个疫情的人 结果最终病倒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 最终没有活过来 而且很多问题 大家有的人在质疑 就是当初为什么 1月10日到现在 整个过去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这么一位年福一强的医生 竟然没有活过来 没有抢救过来 依然夺去了他年轻的生命 所以说很多网友在留言 说他的墓碑上不仅要刻上 吹哨敌人的罪 更正为了要刻上 第一个被训诫的人 当然他不一定是第一个被训诫的人 但希望贯之于吹哨敌人 第一个被训诫的人 如果在墓碑上贯上这两个字眼 那么不免让人感到一阵心里 有一丝丝凄凉 心里又一点点冷意 不管他作为嘲讽一些什么事情也好 或者不管是抗忠和抗议一些 某些不公也好 或者是一个默默 一个抗忠也好 或者一个默默的一个 叫对这个体制抗忠也好 对一个什么抗忠也好 大家心里都在这默默 这期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们究竟为什么不让 忠义的声音发出去 为什么他的这个当时 他报的事情是正确的 为什么还得到训诫 在训诫以后 他依然把握了自己的工作岗路 所以说很多很多的问题 很多很多的疑虑 很多很多的不公 很多很多的默默的抗忠 就是贯穿着李文亮 在生前的这一个月里面 所以说当我看到中央决定派都就是监察委 来救李文亮 就是生前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做一个调查的话 我真的被质疑这个 也心里感到中央这次确实对这一次 整个冠状肺炎的整个这场战役的整个全国布局也好 后来就是上下一制也好 对这个整个政府运作的不利也好 或对有些省市领导有些不作为也好 可能是现在要政权出击了 尤其这次的标志性举动 就对李文亮医生生前发生的事情 要做一个调查 特别著名了 是因为救群众关心的 救群众反应的设计 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 做全面调查 这看出中央有大力度 或者有大气力 要就这个问题做一个调查 这真的视方一个很好的信号 也可以说应该是告位李文亮勇士的一个 一个趋势的一个高位 好 今天就加过这段新闻评述 也希望这次中央能得到一个好的调查结果 告为我们的英会 告为我们的英明 告为李文亮医生 好 谢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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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